但照顾福宝一家不只是有将爷爷宋爷爷剩下阿姨 原来在镜头背后 他们有一整个秩序化团队 宋爷爷今天在日记中分享了宝家团队的合照 只不过将爷爷今天修班不在 而这周宋爷爷还在日记中分享了姐妹俩的美照 宋爷爷看着瑞宝的模样 表示瑞宝的鼻子和耳朵像妈妈 眼睛像爸爸 而这调皮的样子 宋爷爷表示这让自己想起了福宝 而灰宝则是鼻子和耳朵看起来像乐宝 对于眼睛 宋爷爷表示 如果仔细看的话 灰宝和爱宝的眼瞳周围的摆点 看起来一模一样 另外宋爷爷表示 爱宝这周拥有着充足的闲暇时光 因为姐妹俩现在完全可以彼此陪伴 所以爱宝的自由时间变多了 不过有时姐妹俩实在太烦 爷爷们便将通道门打开 让爱宝来通道里休息一会儿 因为通道口的过堂风很凉爽 爱宝趴在通道门口就睡着了 而宋爷爷则在鼓励着爱宝 表示 爱宝这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